Karen,可以多說一些關於作者,好嗎? Robin是猶太裔家庭大 然後他父母在羅馬利亞過了烏拉圭 然後Robin在烏拉圭出生 到了10歲的時候,父母想尋去更好的環境給一家人 於是很努力地去到了澳洲 所以Robin說他經歷了很多不同文化 在他的成長裏面 他第一語言是西班牙文,第二語言是法文 其實英文是他的第三語言 他對我們中國的文化也很認識 他對於不同的文化有很多的興趣 他對於世界各地的文化有興趣去瞭解 因為Robin有跟我說的,他來到香港的時候 他就說,其實在他的感受上 這個世界是沒有分離我哪裏特別遠,哪裏近 他覺得其他國家發生的事,其實都是來自己很近的 他有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很有趣的 這個現在大家在鏡頭上看到的 就是上年10月份Robin來的時候 有記者跟他做了一個房媽 他有一個女兒 一個做藝術家的太太 Robin其實在國際上他都發表過不少的東西 他演講方面,例如聯合國基金 邀請過他做一個寶寶的講座 他對於最新的研究 例如腦神經的發展 Parenting的發展 各方面,總之跟Parenting有關的東西 他都有涉獵 我這本書,其實我們很多人看了之後 都覺得不單止是一本Parenting書 因為它裡面牽涉了很多範疇 我們看到經濟、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史學、 老神經科學、生物學、各種各樣 親密育義法 很多東西都融會在裡面 有七樣東西 現在在螢幕上看到 這七樣東西我們在本書裡面是會知道的 例如我們知道在童年的早期 很核心的情緒發展 是有五個必經階段的 書裡面有介紹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 我們的童年經驗是怎樣影響 我們的情緒性、我們的行為和關係 那個關係不單是我們和身邊的人 關係包括我們和自己、社會、國家、世界 和大自然 是真是很全面的關係 第三樣東西就是 這本書很著重的 我們如何提升孩子的情緒智商 令他們在很健康、很滿足的關係裡面長大 另外第四樣東西就是 本書的研究是很多方面 就是小朋友的發展 整個成長的發展 環境對他的影響 或者是成傳下來的因素 各樣東西都會看得到 另外就是 第五樣東西就是 有些什麼是會令到 小朋友會主動在教育方面 他們會享受的主動 有沒有一些創新的方式 可以幫助小朋友的成長呢? 第六樣東西 這個我是覺得很震撼的 當我看一本書的時候 就是他講到我們教養 一個整體的教養氣氛 如何影響社會 和一些國際的大事 在歷史上 我們會看到很多影響在哪裡 第七樣東西 就是 展望將來 我們怎樣 用我們的教養 可以造成一個正面的 對社會 對整個地球的廉遇 有一個很強大有力的影響呢? 其實我們只需要 做好自己的教養 大家一起做 就可以走到這一步 嗯 所以這本是一本天書 是啊 我想說 你知道嗎 現在教育大學 有一位教授 他已經把這本書的一些章節 用來做課本 他是在教授 職業治療的學生 他們很認真地學習某些章節 這本書已經是課本 所以也是 我們聊完之後 也鼓勵大家買一本書去看看 好 我們會和Karen 輪流讀一下這個章節 然後中間有些地方 我們會停一停 大家都跟隨著這個章節 我們一路的閱讀 可以感受一下 這個遺棄模式 對這個 先感受一下 古時原來真的不是一開始 父母是真的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好像每次都趕勇愛去養育孩子 反過來 孩子好像是被拼棄的東西 好,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那 不如我先讀吧 好嗎 好 這個育兒模式 就是遺棄模式 在公元4至14世紀 出現在西方文化中 公元906年 教會攀下首度法令 為殺嬰或任由孩子因疏忽致死 設下嚴重罰則 家長於是選擇 傳媒率較高的 拋棄孩子方式 十八世紀的巴黎 平均有20至25%的嬰孩被遺棄 在1879至1881年間 意大利西西里有69,000名嬰兒被遺棄 但在附近 貧窮得多的殺丁島 卻只有15個嬰兒被棄 因為殺丁島的女人會跟親族一起生活 在養育孩子上互相幫忙幫助 遺棄是全歐洲各地的常規 在歐洲,因被遺棄而死亡的孩子 比所有死於疫症的孩子更多 Jepha,這裏令我想起一件事 他說殺丁島的女人因為跟親族一起生活 得到幫助 就不用遺棄這麼多嬰兒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言語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是,整個村人去養兒子 沒錯 其實我們現在說香港社會 大家核心家庭 想著自己兩個父母搞定 子女 其實都是感覺頗吃力的一件事 如果我們得到很多支援 大家都會舒服很多 嗯,沒錯 我這裏給我感受深 因為這刻在說疫症 我們就在疫症之中 他是說遺棄而死 是比所有死於疫症的孩子更多 雖然這句說話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 我們就以為往往在這個之前 一般來說是受疫症而死的人 是很多很多的 但這句總結令我都覺得有點深寒 我現在看到 嗯 嗯 好,那我們就再說吧 殺丁島女人的親族一起生活 我也有個例子想說 不過我打算晚一點 我們將來總結我再說一說 好,那我就 Karen開始 是關於疫症修養院的出現 自十三世紀起 人開始嘗試拯救氣嬰 把他們根病、老及傷殘者 一起修進醫院裡 最早期的疫症病院 在十四世紀初期的佛羅倫斯出現 很快就爆滿了 十八世紀末的西西里島 二十六年內被遺棄的嬰兒 接近七萬名 當中只有二十%能活下來 一六三八至一七六四年間 法國、倫敦、俄羅斯帝國 先後開設棄儀院 以減少堆積在路邊的嬰兒屍體 但同期在莫斯科及聖彼得寶 九十九%被接收的嬰兒 在一年內死亡 拋棄不一定比殺嬰更有同情心 反而表現出一種集體的罪咎感 或害怕直接以兇殘的方式幹掉孩子 為了免卻父母這種罪咎感 棄嬰院都會安裝一道旋轉門 讓他們放下嬰兒後 不被發現就流去 所以剛才一開始也說 所以出現棄嬰這個模式 就是因為殺嬰已經被教會說禁止 說犯罪等等 所以就好像出現了沒有那麼殘忍的模式 同時不代表她更有同情心 尤其是元氣嬰院本身為父母減少了 而裝置了 大家看看 旋轉門 其實怎樣旋轉門呢? 這是在巴西門嗎? 是呀,西班牙 這個大的圓形 其實是木後面有一個轉門 即是把嬰兒放進去 你轉了進去 然後就可以按鐘 告訴裡面的人聽 有嬰兒已經留在這裡 叫人去看 在這棵牆後面 其實就是有位修女 她有個床鋪 她是躺在這裡旁邊的 隨時有嬰兒放進去 那修女就會去拿嬰兒 我有個感覺就是 其實那個年代 人們對嬰兒和小孩 是沒有什麼同情心的 即是他們遺棄 但是呢 大家 氣養院對於成人頗有同情心 我覺得 他會照顧到成人 是不想讓人知道 他放下嬰兒在這裡 看不到樣子 只需要放下 按了鐘 就可以離開了 很關顧 我覺得很關顧成人 會有一種自責 內疚 在裡面 但是對小孩的同情心 是比對成人的同情心 我自己有份感的感覺 這個圖要多謝Karen 在開會前 開會前 一小時去找回來 因為我看這段的時候 我不太知道 旋轉門是什麼意思 是個成人 好像進入酒店的旋轉門 進去之後 出來沒人知道 還是怎樣 原來 看才知道 是擺一個嬰兒 然後 其實是 成人不想有任何人 我們要跟那個人說 不好意思 我真的養不起 我要放下 他不需要說任何東西 方便你放下 而且很欣賞 巴斯洛納 你看這張照片是2019年更新的 就是說這個遺跡 它是保持著 當大家經過好奇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段歷史 知道這樣的情況 看著這幅圖 是更加感受到 想像一下 如果說戲儀院是會滿的 就是說這裡真的很多人 特地做一個設施 就是說其實很多人使用 這樣放下 然後轉 爸爸媽媽就走了 真的很好 要多謝一下Karen 剛才很多人已經在留言 在這裡讚 是啊 我待會再看 哈哈 哈哈 OK 大家都以為是酒店傳播 大家都以為是 好 那我們就繼續 好嗎 繼續閱讀 好 那到我去讀吧 好嗎 好啊 奶媽 這個做法 存在於所有古文明中 奶媽服務 早於公園三百年的埃託 已被雙月化 就算在所有主要宗教的反對下 奶媽業依仍然生存 在歐洲城市 孩子一出生 就被送往住在遙遠鄉村陌生的奶媽那裡 直到兩至四歲大 孩子才會再見父母一面 1780年 巴黎的二萬一千個兒童中 一萬七千個被送到鄉郊去 留在父母身邊的一千四百個孩子中 只有一半由母親親自照顧 由於所有社會階層的嬰兒都被送到奶媽那裡 表示這做法不是出於物質上 而是情感上的貧乏 這裏關於奶媽 Robin其實在本書裡還有提及 那些孩子不論有沒有錢都送到奶媽那裡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的一個事實就是 你送到奶媽的途中其實很危險 他們送到那些鄉郊地方 一來遠 二來他們的路途通常都很崎嶇 Robin在書裡寫 其實也有不少嬰兒 因為他們只是在送到奶媽的途中 已經被馬車震動了 就會拋出外而死 所以當你送到奶媽那一刻 parcel裡是否仿佛都沒法預計 這個孩子還是會生存 那即使送到奶媽那裡 其實奶媽生活的質素也是很差的 因為奶媽是最窮的人 最窮的人才會做奶媽 他們可以提供給孩子的食物 居住環境各樣都很惡劣 衛生情況很差,吃的東西很差 奶媽不是因為有愛心而去照顧這些小朋友 其實奶媽只是太窮 她勉強為了錢而去做這件事 所以這些小朋友不會有很多愛 其實沒有這個意識 我相信當時對於愛小朋友這件事 所以我看到這裏 我最初奶媽知道 是全世界,剛才所說的 所有文明都見過 我們都很熟悉 我以為是富貴人家 才可以聘請奶媽去照顧孩子 但現在這裏所說是所有社會階層 那種普遍症 最窮的奶媽才是去照顧那個 所以我特別留心 原來不是出於物質上 首先不是你有錢 所以你才會聘請奶媽 可能你本身不是很有錢 你不是最貧窮的都會有這種做法 也不是因為 好像我們現在的父母都要做事 然後就會請一個人去照顧 似乎是 不是物質上的問題 而是 最關鍵的一句 是情感上的貧窮 根本就好像給不出愛 去照顧那個孩子 剛才所說 他要兩至四歲 才有機會去見父母一面 最難照顧那段時間 麻煩你不要煩我了 晚上睡醒 餵奶那些 就找人搞定他 麻煩你 就是那種 那種心態 所以 不惜 就像剛才所說 很多人途中已經死了 當時我記得 我有一本書說過 有一個很美化的名字 叫做 Angel Kuler 即是說這一班 Angel Maker Angel Maker 不是Kuler Sorry Kuler也不夠 Kuler是我加進去 Angel Maker 即是美化了 明明是Baby Kuler 他就會叫他做Angel Maker 只是做一些將他變成天使而已 那真是 他們自己可能都要 遮掩自己的罪疚感 那種感覺 好,那我們繼續下去吧 剛才說 除了不想 臭之外 可能真的不想餵 Keren,你讀一下 好 關於母語餵捕 在寧長類動物中 母親只准 直屬親人 在非不得意之時 短暫 威捕其嬰孩 歐洲的奶媽文化 反映出當地人 廣泛及強烈拒絕 更可能是 討厭嬰兒 一個研究發現 57個社會中 只有九個的母親 會在生育後 立即餵捕母乳 17世紀 威廉卡德根醫生 觀察到 沒錢聘用奶媽的窮媽媽 他們的孩子 反而更健康 誰成為英國 首個窗耳 母語餵捕的英國人 所以原來 17世紀 才提倡 要母語餵捕的 香港呢 好 我感覺上 香港餵人奶 風氣 好像是近10年 才開始成行 我相信在座那麼多位 都沒有誰吃過人奶 不如大家舉手看看 在座有沒有誰 自己有吃過人奶的 Jeff會不會只有你一個 我吃過的 真的 Jeff有 但是 在場 有一隻手 閃了 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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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兩個 只有兩個 HERENDA 和TYL 對呀 你們很幸福呀 對呀 我們都沒有吃過人奶 就算我說我生我女兒 十幾年前 我開始餵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有個數據 他都說 好像少過六成人會嘗試餵母魚 然後 就 少過兩成是可以持續到多個一個月 我還記得如果真的持續餵到六個月 只有三個百分之的人 好笑 現在當然是 好了很多 現在我們的風氣 很感謝很多人 一起推動 但是 這件事其實真的很短期 在歷史上來看 其實那些 寶寶 他們 去到奶媽 奶媽其實湊很多個人 一來奶媽很多時候 他是為了自己要上奶 就生寶寶 因為他上奶就可以餵別人賺錢 但是他們生寶寶之後 其實他們都未必餵自己的寶寶 他們一個媽媽 不知道餵多少個寶寶 實在沒有多少個是吃到人奶的 他們是吃什麼呢 他們就是 用麵粉 混合水 煮奶又糊的物體 或者加些稀的牛奶 就這樣餵嬰兒 他們沒有奶瓶 他們就是用那些動物的 角、皮 做一塊東西 就當是奶瓶來餵嬰兒 所以其實 嬰兒是營養不良 經常搞肚痛 所以很多嬰兒是在奶媽那裡死的 嗯 很有趣,剛才我看到幾個都說 我老公好像是 我老公是 沒有餵餵自長 但是好像 會不會 會不會是一個重男兄女的現象呢 是的 你也是男的 我家裡有四兄弟姊妹 但只有我一個 沒有餵過人奶 應該是那時候 好像家裡環境好一點 反正我媽媽不用 出去工廠幫忙 就是這樣類似 的時候 我猜可能是這樣的 但到了我弟弟出生的時候 我媽媽太擅長打麻將的時候 她就沒有了這個 所以只有我被餵,所以我小時候是肥白到不得了 因為這樣可能很高 然後我小時候生得比較危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問題 OK 好 那我們繼續下去了,好嗎 好 其他遺棄方式呢 我再說一下 其他遺棄方式 包括寄養 學徒制 都是將孩子從小送走 很多要到青少年階段 才會再與父母見面 而在六世紀的法國 憲主童會被終身酬禁在南收到原來 販賣銅牢在整個歐洲和澳洲 一直到近代都常見 直至新千禧年 相信 為數百萬計的孩子 被拐及販運過邊界座 用作勞工 同兵 及聖錄 今天 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 養育及愛我們的親生子女 在古代及中世紀 是稀奇怪事 乃媽葉及其他所有形式的遺棄 代表著人類在情感上 大規模地缺乏 為人父母的能力 這是一個在情感 智商上 全球化的貧植現象 這就是在情感智商 人類 是在情感智商 是在情感智商 我相信,你剛才說關於群養,一族人一起去養的時候 你有一個看法嗎? 我這裡又說一說 剛才提到撒丁島有個群養去幫助 同時我想起這個女兒國魔梳文化,就是母系家庭的一個地方 我當時有個周瓦珊老師去研究五年 出了一本書,我拿了一本書又上去看 我可以體驗到,裡面的孩子一出生,因為母系家庭 所以母親就不像我們一樣,就要一個核心家庭 跟著父母,然後父母一個子女 而是所有生的子女,跟男人的情人,全部都在母屋養 在母屋裏面,所有的女性,包括在上一代的阿婆 都是一起去養育這個孩子 而養育的情況是,他們全部都會叫母屋的女性做阿姨 即是媽媽的意思 而他們甚至乎有趣的故事,我聽過一個故事就是 有個母屋的小孩去了小學 然後去了很醒的學校,不知道是小學還是中學 他就問他,要填一個欄,就是要填媽媽的名字 那小孩子就問回老師 我家裡有六個,填誰啊?是不是全部填了? 然後我說,什麼六個媽媽?你填親生的媽媽吧 咦?這樣啊?那我要打電話回去問一下,誰是親生的媽媽 這個我是很驚訝,聽到這個故事 因為他們是可以無分彼此,誰是所謂的親生 我們很著重的,我們是親生的 而且那些叫做依性 在那個文化,不是在社會文化裏面 在母屋裏面,所有的女性都是阿姨 所有的男性都是扣扣,都是扣扣扣扣 變成所有的男女都會一起照顧所有的孩子 在這樣的叫做群族式 就是village to waste a child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他們是充滿著被愛 足夠的愛去成長 所以據說,在蘇華山的研究所說 他裡面是沒有自殺,沒有抑鬱症 整個文化 當然是說,我們現在現代文化 他入侵,或者他裡面有影響之前 現在就很難說,因為已經達了20年了 所以特別有這樣的感觸 其實我們所理解的 現在那種核心家庭的父權社會的模式 其實反過來,會不會令我們更少了一群人一起幫忙 去養育孩子的支援呢? 而很多時候,現在的父母都在單打獨鬥 自己一個人在疫情之中 又又在家裡,想送他去學校,跑一下電影 然後連這個室局也關閉了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又要承擔所有的東西 又是媽媽 因為很多時候是媽媽的角色 所以這一刻,我想 讀書會裡面,參與者也有很多媽媽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就會更加很辛苦 難免可能會不會都會出了一種 我都想踢他去找奶媽去照 但其實很多很多的問題 但今時今日,說真的 似乎又是經濟上的問題 可能真的必須要出去工作 所以才會找人照 如果不是,盡量都會想自己照顧 如果不是,盡量都會想自己照顧 就是這樣了 所以,究竟 這一刻,我們看看最後這段文字 人類在情感上大規模地缺乏 為人服務的能力 是不是一個 這一刻,當我們這麼說 咦,我們現在都在說 養肉和愛我真生子女 到了這一刻 其實,會不會我們還是 在我們的成長 我們曾經都有 因為父母,因為經濟問題 因為沒有這種 教養的一種 風氣 的知識 而選擇 就是不小心遺棄了我們 這個 值得我們今天去探討 這件事 我們今天也有個嘉賓 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會請到 同一時間是幫我們做 Admin的Alice 之前我們也聊過 也知道 其實也有一種 成長 也有這個 還未至於扔到 旋轉的門 那裡 同一時間 其實也差不多 因為好像 Alice 不如由你講吧 先講一講 你小時候成長 也有被遺棄的經驗 是怎樣 交給你,Alice Hello 大家好,我是Alice 那 那就分享一下 我小時候 究竟是怎樣的 我小時候 其實是 真的有奶媽的 不過我那個奶媽 就不是真的 餵母語的奶媽 不過就是我在她家裡住 在她家裡生活的 那我的背景就是 我出生之後 那我就蜂文 因為唐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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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多次想把我扔下去,抱著我在窗口上扔下去 所以我就是第十三天早上被送到奶媽的家裡生活 我就是一直由第十三天早上到五歲半,差不多六歲的時候 我才回到自己的家裡 當時我不是完全沒有回爸爸媽媽的家 不過我就是逢星期五晚,爸爸媽媽就會接我回去 然後星期日的晚上,我又會在爸爸媽媽那裡回到奶媽家 每個星期就上演兩次的粵語殘片 生離死別,拉腳,扯褲,扯衣服,哭,典 總之是蠍絲底 因為我星期五要回到真的爸爸媽媽那裡 我就很不捨得外奶媽,我就很不想走 我就哭哭哭哭哭 結果也是要回到爸爸媽媽那裡 又回到爸爸媽媽那裡,好像又開始融入了 又很好玩 然後星期日要回到奶媽那裡 我又再扯著爸爸媽媽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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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就是每個星期就上演這兩幕的生離死別的戲 那這個就是我的背景 那,對了 對了,要不要講一些話 你去講嗎,你去講 foodswater efectiv 因為她知道她在兩歲數的時候就會哭哭哭哭哭,還有好似哮ordu 對了,每個星期都是這樣 所有的事 псих Savannah 我後期是因為每一次哭完,結果根本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我慢慢學會了,我就是收了我的眼淚 那時候我怎樣做呢?我就是假裝睡著覺 假裝睡著覺,大人又不會覺得很煩 其實我根本改變不了,所以我漸漸地已經不會哭了 我小學階段的時候,其他同學跌倒或不開心,他們都會哭 但我從來都不會哭 直到現在也是 直到現在都很難哭 我是很容易感動,而且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但我哭的程度,我只能夠維持到我眼腔 我已經感覺到你了,你了,你了,有眼淚 但他在這裡轉一個圈之後,他就收回了 所以那個也是Alice 小時候,真的感受到真的沒用 我學了哭 因為哭本來是一個很自然的反應 所有BPA出生,有什麼需要就用哭來代表,因為她不懂得調教 同時,一個小孩已經受了多少輾轉 星期五、星期日 都有那種叫做,我又被人劈走了 那種感覺 就已經要哭去訴求 然後去到某一刻 是學會了,我哭也沒用 其實好像有一種妥協 同時一種就是 已經好像用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去把自己的某個部份關掉 是嗎? 是呀 現在很多人多謝你的分享,她支持你 是嗎? 是呀 是呀 所以她支持你繼續去說 我覺得 另外跟著那段關於 小學 蔡太和關太那個 我覺得都很重要的,你可以分享一下 我可能要先說了旅行那個先,還是想想想想 先說了蔡太和關太那個先,我覺得很重要 沒問題 其實呢 蔡太和關太是誰是你媽媽 我真正的媽媽是姓關 我姓關,所以我媽媽叫關太 但是我奶媽的名字叫蔡太 我人生的頭五、六年 其實我是處於一個很混亂的一個 景況的裏面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我是哪一個 因為我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蔡太的家裡生活的 那我蔡太,就是我奶媽 她有四個子女 她那四個子女,每個都叫她媽媽 我順理成章,在她那裡生活,我就叫蔡太做媽媽 但是每一次我叫蔡太做媽媽的時候,蔡太說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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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這樣叫我家 她就說 你這樣叫是不對,是五逆 她說我不是你媽媽 你星期六天看到那個 那個才是你媽媽 然後呢 那時候我是很不願意 為什麼 其他那些哥哥姐姐可以叫蔡太做媽媽 我不可以呢 但是蔡太說不可以我 我就是做一個小朋友,我就聽話了 原來我這樣叫蔡太跟我說 如果你叫我做媽媽 你的真媽媽,她會很不開心,她會在後樓梯那裡哭 然後她又說這個叫做五逆 所以我就餓了 那我就唯有自己想一個方法 大家都舒服的方法 我就叫蔡太,叫做蔡太媽媽 叫我的真媽媽,叫做關太媽媽 所以我就,但是後來呢 她說這樣又是不行的 所以呢 我是偷偷地 自己叫自己的媽媽 關太媽媽 然後就是要叫媽媽那時候,我就叫媽媽 但我後面自己都會說她是關太媽媽 然後叫蔡太媽媽,我其實是叫到 今天 我也沒有改過口,我依然是叫她做 蔡太媽媽 就是叫關太就是這樣 關太,媽媽 然後叫蔡太,蔡太 媽媽 就是這樣 那個stress的位置不同 對,stress的位置不同 對 好啦,不如先說這兩段,好嗎 因為時間關係,發現已經9時3 我們好像已經說了很久 其實很想Alice,你從這裡感受一下 小時候 就算我們理智上明白 媽媽,親你所說 她是 有產學抑鬱 然後呢 亦都因為各種需要 然後呢 將你放在奶媽那裡 當時其實都要付出 可能是費用的 就是交給她 因為她也有為這個孩子在做一些事 但同時呢 未必能夠真是體會到孩子的感受 所以 令到孩子 也不肯叫做接你回去 是吧 家裡邊過 然後 星期日又要交給蔡太太 你也難免有那種感覺 好像被人丟來丟去 其中一個影響呢 就是說 你好像不懂得 讓自己裡面那個 已經不會哭了 因為那時候已經用了 按了一個按鈕 去適應這個環境 去適應這個哭的功能 那為你來說 其實 這一種 被遺棄的感覺 其實對你的成長 到了現在 影響是什麼呢 很大 對我的影響 除了剛才說 我沒有了哭的功能 第二就是 由於因為我不知道蔡太媽媽 還是太媽媽 因為我小時候 我其實怎樣分 誰是真媽媽 誰是假媽媽 總之我跟誰 相處 她照顧我 我就當那個是媽媽的 那這樣分不清 是很影響到我到了我長大的時候 都不一定是長大 在整個人生的裏面 都是 我會很容易 有一種很揮之不去的感覺 就是 我去到哪裏都好 我不覺得我是 屬於那裏 我不覺得我是 屬於那裏 就算是 其實可能是 大家都 我很想去融入 然後其實大家的姿態都是 歡迎你 都很歡迎我的 但我是內心的深處 我總是覺得我是不屬於這裏的 有朝一日 你們會 你們會踢我走的 你們會 你們會不要我 那我就會有一種很厲害的 沒有一個歸屬感的感覺 甚至有時會 再極端一點點 就是 我會寧願 提早 我想自己 在你還沒丟走我之前 我自己想退出 我自己 先離開 這樣 雖然我知道它不是真實的 但是那個感覺是 很揮之不去的 嗯 嗯 還有 說完那個 早次 總之 怎麼都不會選到我的 那種感覺 好啊 因為 那說不說 那個例子就是 簡單說 簡單說 其實我也有很多這些 因為 媽媽是很想 以前她很想盡方法 就是因為她覺得 她不懂得怎麼照顧我 所以有試過 已經回家 已經回了自己的家 小學 但是就家族 去旅行 整家人一起去旅行 但是 媽媽就覺得 我不懂得照顧你 她就把我又攀回去 蔡太那裏 我已經沒有在她那裏居住的了 而且其實是已經斷了聯絡 但是就是因為 他們去家族旅行 她就把我放在 蔡太媽媽那裏 放了兩個星期 然後回到自己家的時候 我姐姐就很開心 買了手信給你呀 他們去東京的士尼 就買了一個 糖老鴨 懂得鎮的 一個手額 送給我 其實說真的 那一刻我是 其實我根本都沒有感覺 你都沒有帶我去 你送手額給我 其實 我不是特別有感覺 或者我不是那麼稀罕 但是我就 OK 你送給我 我就扮開心 我就扮喜歡 而且還天天帶著 但是其實 說真的 那隻手額 我不是很大感覺 就是這樣 這些累積的經驗 以至到日後 我很多時候會有一種 潛藏的一個感受 就是 唉 不會選擇我了 例如選擇什麼人去幫忙 或者老師選擇什麼人 一定不會選擇我 還有有什麼好事 我覺得不會是輪到我 嗯 嗯嗯嗯 所以 聽到Alice的真誠分享 首先 我們大家一起給大家一個 拍掌的符號 給Alice看看 沒錯呀 我又不想開啟咪 的 這樣 是的 有些人在拍掌 有呀 有呀 有些人的表達 裡面 提到 其實現在都有的 因為希望將小朋友放在祖父母家 才回家 其實這個似乎是 好像 不是去奶媽那裡 但是其實 是一樣的 因為現在可能連請奶媽的錢都沒有 也都沒有這個行業 對吧 然後 大家就變了 好像 在想 我們可能在做同一個模式的 現在 在這一刻 聽到 Alice的成長會受到這個影響 我想 在做這件事 當然也不是大家想的 一定是有他們自己的困難才做 同時現在我們會否 會否 其實孩子可能會有這樣的影響 因為我看到其實就是 可能Alice的父母當時都沒有那麼多教養的學問 大家去商討 所以他們未必知道 Alice在裡面有那麼多的想法 甚至是一起去旅行 不帶去都覺得好像沒什麼 她覺得她在賽太那裡很適合 機票錢都不便宜 可能 簡單的考慮就覺得這麼小都不會玩 就不帶她去 但是 她不知道原來 Alice這刻成長 我們回想 都會記得這麼深 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 首先 作為現在是父母的 可能有些無可來賀 要這樣去做 也值得 我們 不是說 下次就不這樣做 而是會否更加 覺察到 原來孩子背後有這樣的 成長 可能會有這樣的影響 這樣 這是第一件事 另一件事就是 我想Alice再說一下 既然 成長有這樣的經歷 會有這樣的影響 為著Alice來說 你是怎樣去 真是可以 克服或者跨過這些 因為我也想 我覺得 參與者 可能也有曾經 被遺棄的感覺 未必是送去奶媽等等 同一時間 可能只是 不小心 好像剛才所說 去旅行不帶她 或者扔下了她 不知道在哪裡 一段時間 可能也會令孩子有那種感覺 我不是被選擇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屬於哪裡 那種 很多這樣的情況 Alice 會再說多一點 然後就聽一下 參與者 聽完你講之後 會不會有一些 新的想法 有什麼啟發 好嗎? 我給Alice 好啊 我 坦白來說 我就是 一直都不是很走得出 這種 內心的 感受 直到 一直 其實我在 做了媽媽之後 有自己的小朋友 接著開始 接觸一下心靈醫治 等等 一直慢慢鬆討 慢慢鬆討 但是 你說 怎樣去衝破 其實我現在 還沒有完全衝破 但我覺得 這一年間 我一直在 開始 快要衝破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在這裏 就要感謝 Karen 我在這大半年之間 因為跟Karen 開始熟 跟她熟後 她真的很接納我 無論我做什麼都好 我講什麼都好 她說不要緊 你說事啦 怎樣怎樣 然後我 真是不好意思 不用不好意思 可以的 可以的 她什麼都 很接納我 以及很擁抱我 以至到我發現 咦 原來 原來是這樣的 有人可以 這麼無條件 我不需要 做好那一面 去拜託她 因為我以前 從小到大 我的生存 的 保護技術 就是我要拜託別人 我才可以找到我自己 而且我覺得 他們開心 我才有價值 原來 我不需要這樣做 也是有價值的 就是這種無條件 接納和擁抱 讓我 重新有了力量 找回原來 我不是沒有資格的 所以 才開始 慢慢慢慢出來 好 那 很好啊 Karen 給人多謝 原有沒有兩句說一說 然後我們就交時間 哇好甜蜜 好感動的 其實Alice 的故事 我認識了她很久 一段時間 我也不知道 她背後 我以為是很淒涼的故事 我完全看不出 因為她是一個很可愛 很活潑的 小天使 那樣 認識了她一段時間 她才去說的時候 我真的很惡言 蛤 這樣的經歷 你還可以長大呢 我真的想到 這樣 之前Alice 有很多恐懼 我感覺到 很多恐懼 很多擔心 很多事情 不知道怎麼辦 那 就是 有種緣分 我又覺得 很 很想支持她 但是其實呢 怎麼說呢 其實呢 我又要感謝支持我的人 因為我小時候 都不是 心理上 不是那麼強壯的一個人 其實呢 我也是 很脆弱 自己也搞不定自己 但是因為我又是遇到貴仁 貴仁說 不要說她 不過她是 在場的某一位 大家都猜到了 我又是得到 貴仁的一些 支持 又是很多的折納 很多的 不要緊要 很多的 無所謂的 你做自己就可以了 那我慢慢慢慢 拿回力量 我想我是用了 十年的時間 去一直 鞏固自己 所以呢 我就 有一些能量 可以支持Alice 見到Alice 是很開心的 她在這半年裏面有很巨大的選變 如果在半年前我們搞這個讀書會 我們是沒有可能邀請到Alice 為大家分享的 一定不會 所以 所以很感謝Alice 很努力為自己去成長 很努力去療癒自己的傷口 今天更多人 因為她的故事而得益 聽聽大家的分享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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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見到我 其實我到了這個賽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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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Oke historiii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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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al 效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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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акон Julian 中文字幕——YK 我現在很感受到對家姐的感情 一年一說的時候,她有觸動 例如Alice剛剛說,她近一年才接受到Karen的滋養 所以其實不太遲 而且她現在身體狀況是怎樣也好,其實不太遲 所以我鼓勵Able可以試一下 例如你真的用最大的接納去跟她一起聊天 我們之前跟Alice談過一次,先讓她分享 在過程中,Alice也感受到她說任何東西都會被接納 而且我們不需要幫她的父母解釋 當時她有困難,所以這樣對你 我們最想聽到的是,我們不需要 我們不需要批評父母或說父母有什麼難處 好像為他們開脫,完全不需要 最重要的是,姐姐有沒有機會去講她的苦 而沒有人去評論她 沒有人說她這樣想是不對 沒有人說她這樣感受是有什麼 只是小時候什麼不懂,各樣的 其實完全不需要聽她說 只是讓她說出來 而她感覺到被說出來是不會被批判 是完全被接納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療癒方式 所以試一下,你可以做到的 因為你聽完我們說後,我感受到你 這刻已經很有那種心去陪伴姐姐 對嗎? 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看到你有那個愛 那個觸動 就讓自己跟著那個觸動去做 也不需要想我們要做到什麼 因為你陪她一次,她有什麼會改變 而我只是很簡單地相信 我看到Alice有這樣的收穫 有這樣的轉變 我們也可以讓姐姐感受到 我們賣一點廣告 有時候是這樣的 我們真的要找一些工具 去跟自己聊聊天 所以你看見這隻小狗這樣說 有困惑的時候 我們就抽一張卡 看看有什麼提醒 有什麼提醒 有什麼啟示 其實是跟自己的對話 這個就是教育大童出的一套卡 就叫做教育大童育兒心法 因為包含了兩本書 包括Heart to Heart Parenting 以及善養小孩 小童成大童的兩本書裡面 有些精要的金句 例如你看到孩子重複是否有問題 其實會不會是一些提示 如果想得到支援 有張卡可能就說 我可以自己創造 我看到家長支援小組 沒錯 有時候真的不要單打獨鬥 我們找你自己的村子出來 對,就是Village 今天的金句就是 我們要創造一條村子 一起去教養小孩 這就是這套卡 這套卡 我們都很鼓勵大家 擁有一套 自己可以和自己更多溝通 另外,教育大童 我們第一場的讀書會 如果大家沒有參加 就可以上網重溫 我們要適合 下面就是 Diversity 你會看到這個編碼 其實這個編碼很簡單 就是 Parenting for a peaceful world cup 這個意思 PFPWCLUB 到四月底 慶祝教育大童社會成立 我們可以跟這個編碼 就可以有七折 買那套卡 買書 善養小童成大童 剛剛說到 我們是有一套卡 對嗎 我們那套 金句卡 其實 我們教育大童的計劃 建立了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名字 善養小童成大童 很鼓勵大家 可以去Google Store 又或者在Play Store 去下載我們手機應用程式 原因就是 我們裡面除了有些反思的文章 其實我們會有 現養小童成大童的書 章節送給大家看 只要大家看了我們的文章 做了一些回應練習 每三個回應 我們就會送一張 濃縮版的章節給大家看 其次就是我們每星期日 會發放一張 剛才Karen和Gap Show給大家看的金句卡 這是預告來的 接下來還有幾場 的讀書會 我們今天做了4月10日 這個Friiday Happy Share 還有17日 和5月1日 隔著講 Homeschool 4月24日我們下場會講 第五張矛盾模式 1 bis 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感動,我看到大家的分享,很感謝大家 我想說的是,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值得去看自己的成長經歷 對現在的影響 尤其是,為何我感受不到愛 甚至是,可能是小時候沒有接受過媽媽的愛 我只是感覺到被遺棄 同一時間,這種被遺棄的經歷是看我們如何好好的使用 這是基於種種原因,我們不需要去探究 為什麼,或者不斷抱怨埋怨 這可能是跟歷史、父母、各樣等等 上天的安排就是這樣 同時有這個安排之後,例如Sara 這個安排 而又安排了老師在她身邊出現 其實令她更清晰,我要斬斷這種 我更加能夠體諒到,令她覺得有這種感覺 例如哥哥、媽媽等等,都有她自己的苦處 當我看到對方都有她的苦處 我們就可以掌控自己的生命 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就是我這一刻就可以選擇 我們如何感受到自己很有價值 去看看誰最值得給自己這個價值 其實就是自己 我們不需要再求其他人給我 我才覺得自己有價值 其實當我們得到被完全接納 好像Alice所說 感受到Karen被接納的時候 其實完全接納是讓自己去找回 其實我都值得被愛的這個 拿回這個感覺出來 是有人可以願意 首先值得去做的就是自己 從自己開始去滋養自己 當然我們要找適當的人 我們這一刻已經有能力去判斷 例如哪些地方會有貴人出現 例如教育大同或者讀書會 有很多貴人在這裡 Alice今天可能也是其他人的貴人 而令大家從中有所啟發 Alice都會很開心 因為我們能夠成為別人的貴人 是一個很大的福氣 所以我們將這種能量和愛 一邊傳出去 今晚好像一個盡數心中情 就是這樣 無論如何都會有這樣的氣氛 我也很感謝大家 因為真的很真誠地分享 無論是文字上 或者是真的有出聲的 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這樣 就可以開始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突破 所以大家做得很好 嗯 好的